法院議員會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四項第一案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台灣民主基金會 及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 109年度預算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外交系國防委員會 於109年3月23日 3月26日舉行全體委員會議 審查本案 由呂秀姓文玉林擔任主席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秘書長向天毅等應邀列席說明備詢 與會議於聽取說明及訊答後 隨即進行實質審查及詮密討論 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交換應急後 達成共識將於本案審查文句 原今決議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及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109年度預算書案審查文句 審查結果提報院會 院會進行惡讀前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呂秀姓委員 玉林補充說明 處理請宣讀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109年度預算書案 1.工作計畫部分 應依據業務收支支審查結果最多調整 2.收支部分 1.收入總額照列 2.支出總額 改列為15億5607萬1千元 3.本期暖處 改列為8721萬3千元 3.固定資產投資部分 4.轉投資計畫部分均照列 5.通過決議11項 宣讀完畢 照審查或意見通過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109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 應依據業務收支支審查結果最多調整 2.收支部分 1.租入總額照列 2.支出總額 改列為16420萬元 3.本期暖與改列為720萬元 3.固定資產部分 照列 4.通過決議5項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議件通過 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 3.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 109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 應依據業務收支支審查結果 轉動調整 2.收支部分 1.收入總額照列 2.支出總額 改列為1,456萬9千元 3.本期剩餘 改列為54萬7千元 3.通過決議2項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議件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請務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109年度預算書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109年度預算書 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 109年度預算書 宣讀完畢 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 請務院會有無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及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 109年度預算案 照審查報告通過 討論事項第二案 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及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109年度預算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無外交集國防委員會 於109年4月9日 舉行全球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呂正經委員御林擔任主席 乘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呂元榮等 應邀列寫書名備詢 與貨委員於聽取書名及訊談後 隨即進行實質審查及準密討論 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與將會議間後達成共識 將本案審查文句 原今決議本案審查文句審查 檢果提報院會 院會進行二讀前 不需交友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 由呂正經委員御林做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旅委員御林補充說明 旅委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需再交友黨團協商 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本案經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請宣讀 裁判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109年度於選書 一 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 應依據業務收支支審查結果 存容調整 二 收支部分 一 輸入照列 二 支出改列為1,015萬元 三 本期剩餘 改列為35萬元 三 通過決議三項 宣讀完畢 到審查會意見通過 裁判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裁判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109年度於選書 一 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 應依據業務收支支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二 收支部分 一 收入改列為6627萬1千元 二 支出改列為4,010萬3千元 三 本期剩餘 改列為2616萬8千元 四 固定資產投資 照列 三 通過決議二項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請有民進黨黨團提議基金三讀 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能法人海外文教基金會 109年度預算書 財能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109年度預算書 宣讀完畢 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 請務院會有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及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109年度預算案 照審查報告通過 討論事項第三案 財團法人 榮民榮眷基金會 109年度預算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於109年3月4日 109年4月16日 舉行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蔡兆吉委員士應擔任主席 國軍退出於官兵輔導委員會 馮主任委員士官等 應邀列寫書名備詢 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訊檔後 隨即進行實質審查及準密討論 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 與槍貨運件後達成共識 將本案審查完聚 本案審查完聚審查 結果提報約會 不宣交由黨團協聲 約會討論時 由蔡兆吉委員士應出席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蔡委員士應補充說明 蔡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叫黨團協商 請問委員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本案經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請宣讀財團法人 榮民榮眷基金會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109年度預算書 以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 應依據業務收支支審查 結果隨同調整 二 收支部分 一 收入總額改列為7070萬元 二 支出總額改列為9109萬3千元 三 本期短處改列為2039萬3千元 三 通過決議八項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前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 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委員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109年度預算書 宣讀完畢 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 請務委員會有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109年度預算案 照審查報告通過 討論事項第四案 證券交易法第14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財政委員會於109年4月13日及15日 舉行全庭委員會議 會議由賴照及委員士保 擔任主席審查本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顧主任委員利雄等 分別應邀列寫書名備舉 與會委員於聽取委員說明及尋答 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及協商後達成共識 將本案審查完畢 原經選議理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 不需交友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本案時 由賴照及委員士保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賴委員士保補充說明 賴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友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違意 沒有違意 本案經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證券交易法 請宣讀第14條 本法所稱財務報告 指發行人警政治院商證券交易所 依法令規定 應定期編送主管機關之財務報告 且項財務報告之內容 使用範圍作業程序編制及其他 應轉型事項之財務報告編制準則 由主管機關定之 不是用商業會計法第4章第6章及第7章之規定 第一項財務報告應經董事長 應具備條件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資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櫃台買賣中心上櫃買賣之公司 依第二項規定編制年度財務報告時 應另一主管機關規定揭露 公司薪資報酬政策 全體員工平均薪資及調整情形 統事及監察人生酬金等相關資訊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 繼續進行三讀 請願會有意 沒有意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14條 本法所稱財務報告 指發行人及證券商證券交易所 依法令規定 應定期編送主管機關之財務報告 前向財務報告之內容 適用範圍 作業程序編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財務報告編制準則 由主管機關定之 不適用商業會計法 第四章第六章及第七章之規定 第一項財務報告 應經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 簽名或蓋章 並出具財務報告內容 無需為或引力之聲明 前向會計主管 應具備一定之資格條件 並於任職期間內 持續專業進修 其資格條件 持續專業進修之最低 進修時數及辦理進修 機構應具備條件等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 或於證券櫃台買賣中心 上櫃買賣局公司 依第二項規定 編制年度財務報告時 應另一主管機關規定 揭露公司薪資報酬政策 全體員工平均薪資及調整情形 同事及監察人之酬勤等相關資訊 宣讀完畢 三組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務院會有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通過 討論事項第五案鐵路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交通委員會 於109年4月1日 召開決定委員會議 由李正席委員分責 擔任主席審查本案 會中由委員趙正宇林俊憲 及李文責書明提案要旨 在由交通部政務次長黃玉玲等 就委員提案提出建議處理件報告 經與會委員詢問及 練習官員說明後完成詢檔 賦予同年4月13日 召開決定委員會議 仍由李正席委員分責 擔任主席 繼續兵案審查 經最強委員詮密討論及充分溝通後 達成共識 將全案審查文件 審查過程中除交通部外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等 一軍配員練習說明 本案通過附帶決議影像 議會討論前不學交友黨團協商 議會討論本案時由秋冬委員會 李正席委員昆澤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李委員昆澤補充說明 李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進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友黨團協商 請委員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本案進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鐵路法請宣讀增定第19條之一 第19條之一 鐵路實用之產品 經交通部指定者 應向秋冬部認可之檢測驗證機構 宣請檢測或驗證合格後方等使用 前向指定產品之類別項目 及其檢測程序或驗證基準 由秋冬部公告之 第一項檢測驗證機構之資格條件 認可之徹底相與廢製 監督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強制辦法 由交通部頂之 經我國與他國區域組織或國際組織簽訂 雙面或多邊相互承認協定或協議者 交通部得承認 依該協定或協議規定所 已經發出檢測報告或驗證證明 檢測報告或驗證證明 符合國際公約規範者 亦得由交通部承認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40條 第40條 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 由交通部頂之 交通部載救鐵路機構 按第一線規定所提報告內容 丟救鐵路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主管說明 鐵路機構應就行車事故其一場事件奠定應變計畫 其內容應包括現場處置 通報作業 旅客訊息公告 旅客輸贈或接駁 人員救護 運轉調度 搶修救援之人力調度與器材備制 鐵路機構應按應變計畫定期實施演練 並做檢討及改善 秋冬部得就鐵路機構鎖定應變計畫之內容 及演練情形予以調合 如認為辦理不慎應命期限期改善 鐵路機構辦理第一項通報時 並依運輸事故調查法同時向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辦理通報 宣論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五十六條之四 第五十六條之四 鐵路機構應有效訓練及管理從業人員 實習具備鐵路專業作業安全 維安應變及衛生防疫輔助技能 並確切了解及嚴格遵守鐵路法令 於新進機車車輛或涉及安全之行車設備 維安輔助設備、衛生防疫輔助設備 或技術投入營運前一同 鐵路機構應對行車主義之技能、體格及精神狀態 實行派任前檢查、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 經檢查不合基準者不得派任 已派任者應暫停或調整其職務 且向鐵路行車主義之定義 應實施之訓練技能檢定、體格及精神狀態檢查 實施之方式項目、中期合格基準與不合格時 實施之處理及其他應追行事項之規則 由交通部停支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56條之五 第56條之五 鐵路機構對於鐵路運軟中發生事故及一場事件 因蘇集資料及調查研究發生原因 採取適當之預防及改進措施 備供交通部產業 交通部應聘請專家調查重大事故之發生經過 及其發生原因 並是調查需要請鐵路機構或相關行車人員說明 及配合提出行車記錄、設施設備等相關資料及物品 鐵路機構應根據前一年度這事故及一場事件檢討結果 於每年第一季結束前 向交通部提出當年度安全管理報告 其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鐵路機構營運之安全理念及目標 二、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式 三、未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所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 四、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 五、其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重要事項 鐵路機構就其營運列車之行車運轉 限輪列車監控及維修保養制紀錄應有效保存 及保存至四、目期限及管理事由由交通部定制 鐵路機構及相關人員 另應依運輸性部調查法 配合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辦理調查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願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 繼續進行三讀請願會由一 沒有一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十九條之一 鐵路使用至產品經交通部指定者 應向交通部認可之檢測驗證機構 申請檢測或驗證合格後方等使用 其項指定產品之類別項目及其檢測程序或驗證基準 由交通部公告之 第一項檢測驗證機構之資格條件 認可認可之撤箱與廢紙監測管理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經我國與他國區域組織或國際組織 簽訂雙面或多邊相互承認協定或協議者 交通部得承認依該協定或協議規定 所清發之檢測報告或驗證證明 檢測報告或驗證證明符合國際公約規範者 亦得由交通部承認之 第四十條 地方民營及專用鐵路機構 遇有重大行車事故或嚴重遲言 應立即通報交通部 並隨時將經過其行報請傳合 其一般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 依應按月匯報 且向重大行車事故 一般行車事故 嚴重遲言及異常事件之定義 以通報內容、通報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 由交通部定制 交通部得就鐵路機構 按第一項規定所提報告內容 要求鐵路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主管說明 鐵路機構應就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 訂定應變計畫 其內容應包括現場處置 通報作業、旅客訊息公告、旅客疏散或接駁 人員救護運轉調度、搶胸救援之 人力調度與器材備至 鐵路機構應按應變計畫定情實施演練 並做檢討及改善 通通部得就鐵路機構鎖定應變計畫之內容 及演練其行予以查核 如認為辦理不慎應命及限期改善 鐵路機構辦理第一項通報時 並應依運輸事故調查法 同時向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辦理通報 第56條至4 鐵路機構應有項訓練及管理從業人員 使其具備鐵路專業、作業安全、維安應變及衛生防疫輔助技能 並續切了解及嚴格遵守鐵路法令 與新進機車、車輛或涉及安全之行車設備、維安輔助設備、衛生防疫輔助設備或技術投入營運前一同 鐵路機構應對行車人員之技能、體格及精神狀態、適時配任前檢查、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 經檢查不合基準者不得派任 已派任者應暫停或調整其職務 前向鐵路行車組員之定義 應實施制訓練、技能檢定、體格與精神狀態檢查實施方式、項目中期合格基準、與不合格實施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頂之 第56條之五 鐵路機構對於鐵路運轉中發生的事故及異常事件 應搜集資料及調查研究發生原因 採取適當的預防及改進措施 備供交通部查驗 交通部應聘請專家調查重大事故之發生經過及其發生原因 並是調查需要請鐵路機構或相關行車人員說明及配合提出行車記錄、測試設備等相關資料及物品 鐵路機構應根據前一年度這事故及異常事件檢討結果 於每年第一季結束前 向交通部提出當年度安全管理報告 其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鐵路機構營運之安全理念及目標 二、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式 三、未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所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 四、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 五、其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重要事項 鐵路機構就其營運列車之行車運轉、列車監控及維修保養車記錄 應有效保存及保存之項目期限及管理事項 由焦通部提出鐵路機構及相關人員另應依運輸事故調查法 配合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本領調查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有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鐵路法增定第十九條之一條文 並將第四十條、第五十六條之四及第五十六條之五條文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作之附帶決議 請議事人員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附帶決議一項 為起始交通部及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對鐵路重大行車事故之定義一致 請交通部會商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於兩個月內完成相關鐵路行車規則修正 宣讀完畢 請問 請問院會有意 沒有意 決定照案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 有委員登記發言 我們並截止發言登記 請邱顯智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今天這個鐵路法的這個十九條之一、四十條跟五十六條之四以及五十六條之五的修正通過 事實上大家可以看到 在許多的這個同仁的努力 包括林俊縣委員、李昆哲委員的提案 就於五十六條之四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的這個嘉義地方法院的判決 也就是這個我們的員警 因公殉職在這個嘉義的車站這件事情 那引起非常大的這個關注 那我們也覺得說 應該要就這個鐵路的安全 能夠進行徹底的去改變 所以在五十六條之四 由這個李昆哲委員等十九人所提案的 也獲得了交通委員會的這個委員的支持 並且今天在院會能夠通過 它規定 鐵路機構應有效訓練及管理從業人員時期 具備鐵路專業作業安全 維安應變及衛生防疫輔助技能 並確確的了解隔尊鐵路法令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因為我們的這個員警 遭受這樣的這個殺害之後 我們希望能夠重新的去檢討 我國鐵路機構 是不是能夠有效的去訓練 跟管理它的從業人員 能夠讓不管是旅客也好 不管是這個 這個在這個列車上面的列車長也好 能夠有個更安全的工作的環境 那我相信這也是一個鐵路機構 它所應該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再來就是五十六條之五 有提到的部分 就是我們希望這個鐵路機構 就其營運的列車的行車運轉 列車的監控 維修的保廠的紀錄 應該有效的保存 因為這個部分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們希望這個台鐵 謝謝 繼續進行討論四項第六案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及重計表 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今天審議經濟委員會 補送列入審查總報告部分 請宣讀財政委員會會整報告 本院財政委員會 韓宋經濟委員會 109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審查報告 請提供用會並 中華民國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審查總報告案討論 有關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審查總報告案 上有內政委員會未列入 將四期審查報告送達本會後 暫行彙整提報運用會並安討論 營業部分、非營業部分 經濟委員會審查期貨 軍需交由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時 由邱教級委員議員出席說明 追途完畢 請經濟委員會 召集委員邱委員議員補充說明 邱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需交由黨團協商 依處理預算案之議事成立 按單位或基金別逐項宣讀後 均暫行保留 等協商後再行處理 無營業部分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 經濟委員會 假經濟部主管 假經濟部主管 1. 台灣藤業股份有限公司 1. 業務計劃 應依據營業收支 生產成本轉投資 重大追限設施業 及資金應用等項質審查 結果隨容調整 2. 營業收支部分 1. 營業總收入 改例為335億0858萬9千元 2. 營業總支出 不含所得稅利益 改例為315億5286萬8千元 3. 稅前淨利 改例為19億5572萬1千元 3. 生產成本 隨同營業總支出審查結果調整 4. 轉投資計劃 5. 重大追限設事業均照列 6. 資金運用 應依據營業收支生產成本 銀輝波波轉投資 及重大追限設事業等項質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其通過決議33項 全圖完畢 保留協商 2.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 業務計劃 應依據營業收支生產成本 轉投資重大追限設事業 及資金運用等項質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2. 營業收支 1. 營業總收入 改例為6,505億 3,797萬7千元 2. 營業總支出 不含所得稅費用 改例為6,364億 1,896萬2千元 3. 稅前盡利 改例為140億億 1,901萬5千元 3. 生產成本 隨同營業總支出審查結果調整 4. 轉投資計劃無列數 5. 重大追建設事業 改例為338億零525萬元 6. 資金運用 應依據營業收支生產成本 盈虧撥補 轉投資及重大追建設事業等項質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7. 補分預算部分均照列 8. 通過舉意29項 宣讀而畢 保留協商 3. 臺灣地利股費有限公司 1. 業務計劃 應依據營業收支生產成本 轉投資重大追建設事業 及資金運用等項質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2. 營業收支部分 1. 營業總收入照列 2. 營業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 改例為6,447億 0,793萬6千元 3. 最前進例 改例為20億7,568萬9千元 3. 生產成本 隨同營業總支出審查結果調整 4. 轉投資計劃無列數 5. 中大追建設事業 改例為1,567億9,630萬3千元 6. 資金運用 應依據營業收支生產成本 盈虧撥幕轉投資 及中大追建設事業等項質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7. 補分預算 超列 8. 提案一案 保留送用會處理 並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於3週內提出 應減煤數量及染煤相關數據 送交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9. 通過決議52項 順便保留協商 保留協商 4. 台灣自然水股份有限公司 1. 頁業務計畫 應依據營業收支生產成本 産投資 重大追建設事業 及資金運用等向之審查 結果隨同調整 2. 營業收支部分 應營業總收支 改列為313億6772萬1千元 2. 營業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 改列為316億3590萬7千元 3. 稅前競損 改列為2億6818萬6千元 3. 生產成本 隨同營業總支出審查結果調整 4. 轉投資計劃無列述 5. 重大追建設事業 改列為187億4698萬1千元 6. 資金命用 應依據營業收支生產成本 盈虧步步轉投資 及重大追建設事業等向正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7. 補貨預算 照列 8. 通過決議36項 缺度MB 保留協商 6. 非營業部分各委員會審查結果 經濟委員會 甲行政院主管 甲行政院主管 1. 作業基金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1. 業務計劃部分 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過充及資金運用等向正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2. 業務收支部分 1. 業務總收入 2. 業務總支出 3. 本期善於均照列 3. 減少公庫金額 照列 4. 轉投資計劃部分 5.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過充 6. 國庫增播基金額 5. 列數 7. 通過決議39項 宣讀完畢 保留協商 2. 特別收入基金 離島建設基金 1. 業務計劃部分 1. 依據基金來源與用途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2.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處部分 1. 基金來源 2. 基金用途 3. 本期短處均照列 3. 截角公庫物列數 4. 通過決議4項 宣讀完畢 保留協商 3. 特別收入基金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1. 業務計劃部分 1. 依據基金來源與用途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2. 基金來源用途僅餘處部分 1. 基金來源 改例為9億4千萬元 2. 基金用途照列 3. 本期短處 改例為3億1816萬2千元 3. 截角公庫列數 4. 通過決議4項 宣讀完畢 保留協商 以經濟部主管 以經濟部主管 1. 作業基金 經濟作業基金 1. 業務計劃部分 因依據業務收支 轉投資 固定資產局建設改良擴充 及資金利用等下之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2. 業務收支部分 1. 業務總收入 改例為89億5493萬1千元 2. 業務總支出 改例為100億5997萬6千元 3. 本期短處 改例為11億0504萬5千元 3. 截角公共進額 照列 4. 轉投資計劃部分 無列數 5. 固定資產值建設改良擴充 照列 6. 國庫增波基金額 改例為8億1559萬1千元 7. 補班預算部分 照列 8. 通過決議29項 宣讀完畢 保留協商 2. 作業基金 水資源作業基金 1. 業務計劃部分 應預計業務收支轉投資 固定資產值建設改良擴充 及資金運用等向之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2. 業務充支部分 1. 業務總收入 改例為76億7602萬元 2. 業務總支出 改例為915541萬2千元 3. 本期短處 改例為13億7939萬2千元 3. 截角公共進額 4. 轉投資計畫部分均無列數 5. 固定資產值建設改良擴充 照列 6. 國庫增播基金額無列數 7. 通過決議20項 宣讀完畢 保留協商 3. 特別收入基金 經濟特別收入基金 1. 業務計畫部分 應依據基金來源與用途 宣傳結果随同調整 2. 基金來源用途解餘處部分 1. 基金來源 2. 基金用途 3. 本期短處均照列 3. 截角公共進額 5. 列數 4. 通過決議20項 宣讀完畢 保留協商 4. 特別收入基金 何能方電貨端營運基金 1. 業務計畫部分 1. 依據基金來源與用途審查結果随同調整 2. 基金來源用途解餘處部分 1. 基金來源照列 2. 基金用途改列為35億1371萬1千元 3. 本期限於改列為230億2995千元 3. 截角公共5列數 7. 通過 4. 通過決議7項 宣讀完畢 保留協商 並農業委員會主管 並農業委員會主管 1. 作業基金 農業作業基金 1. 業務計畫部分 1. 依據業務收支 轉投資 固定製產制建設 改良擴充及資金用用等向追審查 結果随同調整 2. 業務收支部分 1. 業務總收入 1. 業務總支出 3. 本期短處 均照列 3. 截角公共進額 4. 轉投資計畫部分 均無列數 5. 固定資產制建設改良擴充照列 6. 國庫增播基金額 5. 列數 7. 通過決議20項 宣讀完畢 保留協商 2. 特別收入基金 農業特別收入基金 1. 業務計畫部分 因依據基金人員 與用途審查結果随同調整 2. 基金人員用途給予助部分 1. 基金人員 改例為634億5731萬元 2. 基金用途 改例為426億3730萬七千元 3. 本期剩餘 改例為208億2千萬三千元 3. 截校公共戶 5. 列數 4. 補辦預算部分 上列 5. 通過決議56項 宣讀完畢 保留協商 頂公平交易委員會主管 頂公平交易委員會主管 1. 特別收入基金 反托拉斯基金 1. 業務計畫部分 因依據基金人員 與用途審查結果随同調整 2. 基金人員用途給予助部分 1. 基金人員 2. 基金用途3. 本期短處 2. 均照列 3. 截校公共5. 列數 4. 通過決議7項 宣讀完畢 保留協商 報告院會本案經紀委員會審查 之各單位預算及決議 均暫行保留 本案做以下決議 並請由院長召集協商 等協商後再行處理 報告院會本次會議議程 鎖列討論事項 均已處理完畢 下午5時繼續開會 處理臨時提案 並請各黨團幹部 於下午2時30分 到議場三樓 進行中央政府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 特別預算 追加預算案 之協商 現在休息